印中的邊境衝突 陸陸陸陸陸很多細節曝光 首先看一件事 印度總理莫迪就出聲了 而一集就沒有出聲 印度總理出聲,印度總理級 好像美國那邊 美國經常都是特朗普出聲 而中共那方面 通常都是口交部出聲 現在說邊境血腥 黑暗血腥6小時 很多細節曝光 印度傳媒大篇幅報道 中共禁絕人民在網上討論這件事 現在連中共口交部都證實了有中方人員相亡 但數字沒有說 好,你看一件事就是 兩個核大國、核武的大國都是用一些石器時代的武器 這個石器時代不是真的石器時代這麼簡單 是加了料的 再說,印度傳媒報道 六月六號雙方說數 說完數 打算和和平平 達成一個所謂中方的共識 但不到十日之後 六月十五號的夜晚 一支印度的軍隊 巡邏小隊 在中印印中邊境海拔4200米高的加勒萬河谷 在懸崖的巡邏 巡邏的時候 按著六月六號的協議 中國軍隊應該要後撤 但印度軍隊發現了 有一隊 即撞到一隊 中國軍隊沒有後撤 雙方不用說理論 理論肯定不用說 可能大家都聽不明白的 大家都是雞同鴨說 雞同鴨說 就是初而後國,繼而動武 你看回 他動武 中共的解放軍有備而戰 這裏看印度高級將領跟BBC說 中共的解放軍有備而來的 他們呢 他們呢 帶了那些有料的那些 即加了料的棍 即在那些棍棒那裏呢 纏著一些有 帶著一個鐵絲但又刺的 纏著在那裏 哇,加了料的 即是石頭的那些 鐵絲又刺的,加了料 包著這個金屬棍棒 即是 向印度軍人呢 頭就不斷打 不斷打 再看回這個 這個解放軍 這個中共的解放軍呢 已經戴著頭盔 拿著拿著盾牌 即是穿著盔子 即是好像你看回 即大家都猜到什麼 好像你在街上見到那些綠衣 綠衣黑警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新村即是防暴服 一模一樣 即是那些 再看回 印度政府消息說 中方人員 即是中方的人數 當時比印方多於印方 印方於是就不行了 大約在四公里外 四公里 一個哨站 不用說吹雞 吹雞 四公里是很遠的 四公里還要海拔那麼高 這樣跑過去 這樣看回 最終就有六百人混戰 打了上來 由在星期一的晚上 至到凌晨 即是六月十五號的夜晚 打到六月十六號的凌晨 雙方近乎完全在黑暗環境中的戰鬥 長達了六個小時 你想想這些河谷裡面 沒有燈 沒有什麼 除了電筒 就要靠星星 不是說有無的星星 天上的星星 身手不見 不知道這個混戰 我也不知道 這樣打起來 我不知道會不會打到自己人 肯定很混亂 六百人 站一個 這裡說一個山脊河谷裡面 這個叫河谷 河谷肯定是崎嶇的道路 這樣打到凌晨 雙方幾乎在黑暗裡面打了六個小時 雙方士兵主要傷亡的原因 這裡說了 都是跌了下去河谷裡面 撞到山石 包括一名印度指揮官 也是因為這樣身亡 看一件事 這裡再說 有一個印度軍官 就向華爾街日報說 一些印度軍人 因為被中方士兵 用一個加了料的棍棒 打死了之後 即是打死打傷 有十七名印度士兵 因為在雲戰中受傷後 可能最終在高原寒冷 很冷就活活冻死了 活冻死了 看回一件事 印度亦有说的 相关媒体说 中国方面也有用直升机 中共那边用直升机 运在那些消亡解放军 你看回这里活活冻死 这样跌下去肯定很多人 600人在一条很崎嶇很窄的河谷里面打 你说死了多少 肯定死了很多 你还要看到 中共那边上了gear 上了盾牌的 都要死这么多人 都要死 看回这里 这个加勒曼河谷在哪个位置呢 现在就是这个 上次打到解放军 叫救命的就是这个位置 有个军车退后 叫救命拿着盾牌 这里叫做班公座 班公座湖 加勒曼河谷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加勒曼河谷 这个位置 加勒曼河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你看到山里面 就是看到山的 很崎嶇 如果你老实说 在香港走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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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分难度 狮子山 如果去狮子山 也极难 也属于难 但狮子山上很多人上去 很难 难极也不够这里困难 这里困难 有雪的 有雪这么崎嶇 真是寒冷的 好寒冷的 你看回 就是这样 死伤这么严重 死伤这么严重 中共用直升机 运走 运走那些死伤 尸体 即解放军的尸体 你看回这里 是极之荒谋不得止 是极之难补及的 之前都说过 你打上来 你看回 看回 印度方面 近很多 中共那里 就是难很多 用直升机 你 用直升机補给 再走人 再混走尸体 究竟 指不指 之前公布的43人死亡 600多人打 我当你随意 每边有300人 最少 300人打 跌了下去 一定大批人跌下去 大批人跌 其实打了6个小时 6个小时 你打了6分钟 都手远了 6个小时 你上次看那段片 打了多久 你见到 那段片 都是属于中段近尾声 打到解放军 躺在叫救命 你见到几十秒 只会 分几十秒 分几十秒 都这样 6个小时 等于 这里 打到 你见到这里 其实是很静的 打到可能声音都已经 丙丙彭能有人喊救命 这样的了 你见到现在 问题了 现在印度 大事报道 印度方面 已经 已经 印度人 情绪非常之高涨 情绪高涨 令到莫迪 印度总理莫迪 都要出声 原因就是这样 你看看 印度也是因为 武汉肺炎 搞到他那里 现在 真是 哇 武汉肺炎 搞到印度 全球 美国都是 全世界 欧洲都是 令到整个经济疼 何况印度 人口大国 你看看 现在这件事 如果真是 说 印度死20个 解放军最少死43个 即是1 比2 1比2 1 1个 印度兵 打2个解放军 600人 当你 如果600人来说 我不当你随意了 即是等于200个 200个 印度士兵 打400个解放军 是吧 你这个事 真是这样 如果这个数字 披露出来 印度方面的士气大增 士气大增 士气大增 还是士气大增 现在你问题怎么收科 你现在又是说 吹到又是说和谈 又是说压住 不准双方冲突 我经常都说了 你上面高层坐在冷气房 你不知道前线的环境 电光火石 即是那个语言 身体接触 冲突 推一下就来的了 推一下就来 你怎么防范 不能防范 你看一样东西 讲到明 解放军今次加料 在这些军盘绑了铁丝 那你印度也是加料 一样升级的 你加料我加料 你绑铁丝我就绑铁丝 斗斗 斗斗斗 对不对 你现在看回这个 其实是差在 现在呢 差在什么时候开真枪 你看回之前 有些印度那些 传门网媒 就说有开过枪的 如果没有开过枪 怎么会造成这么多人死亡呢 现在真相大白了 其实很多人滚了下山 看回这么狹窄的河谷来说 越多人站在这么狹窄的河谷来说 一混乱来说 就滚下山 所以如果你看回 真是600人混战 印度有200人 中共解放有400人 肯定跌下山的人 解放军是跌得多的 所以他那边死伤是极之严重的 看回现在细节暴光了 现在印度方面 这些消息来源 通常都是印度方面披露多很多的 而解放军那边 中共那边打嘴炮的 不敢公布的 不敢公布来说 就是等于什么呢 肯定死伤数字 就不止43人 就更多的 就是说 只包不住火的 是不是 你现在看回 就是等于现在印度的情细 那么高涨 印度一定是说多些 多些比较可信的真相 究竟你看回现在印度军方 这么说 是不是可不可信呢 就是可信程度高过中共 中共那方面说是印度先挑起的 充在售站那里 就是打去的人先 印度方面就不是的 初初相遇印度有少人 少人 少人 你多人你不用说 你也都走你了 对不对 当你过来打两东西就打走你啦 你好像当时在北角那样 8月5号在北角那件事 那些福建邦打死了棍棒 那些市民 示威者赤手空拳 都打走你拿铁桶棍棒的 就知道啦 人多你一过来 你的身一弱你就什么了 所以你看一样东西就肯定 如果你相遇印度方面人少的 他是吹鸡的 肯定不会即时先埋托不埋牙 肯定吹了鸡才再打啦 对不对 所以现在看回 这个火药库 这里火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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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火药库啦 这里现在是击的 两边 现在可以分 这样摆上来 那你现在看回西方世界啊 俄罗斯啊 又说叫双方冷静啊 那你现在这里呢 我估 即是印度方面 印度方面呢 如果你死那么多人呢 即是中共方面呢 也都死那么多人呢 下次相遇 双方加了 双方加了 肯定死伤也是很严重的 对不对 这些这样的共识呢 和谈是没用的 因为你看回两边呢 其实两边来说呢 都是一个叫做 现在叫做 用原始武器来打 其实都是原始国家 或者第三世界国家 或者新兴国家都好啦 这样打法 那你将来呢 其实你打这场仗呢 是怎样收货而已 不是说你上面 坐在冷气房那帮北京 或者新德里那些人 你怎么谈没用呢 前面那些就会打他 总之救人他就和你砌了 这些是仇恨来的 种下的仇恨来的 这些历史 那个叫做 历史糾纏了1962年 糾纏了那么久 一直这样 现在你中共 他那个叫做 这样的姿态 在这个印度方面 这个边境问题那里 这样 如果你中共这样受挫折呢 这就两样东西 要是见到再打 要是解放军呢 他就一路撤 一路后退 两样东西 因为这里呢 事实上来说呢 补给环境来说呢 极之荒谋 说回路程呢 是印度着素一点的 这个叫做中共解放军 是输产很多的 你补给一定是输的 你用很多直升机来找些人 找些人 找些物资咯 直升机这样的运法成本 都不便宜的 是不是一样是烧银子的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回一样东西 打仗 甚至打仗来说呢 双方两个打仗呢 其实不是说打就打的 是想下 最紧要打之前 要想下 想下什么呢 是怎样 怎样埋单 怎样收货 才是最高深的学问 个人意见 独立私口讲完 谢谢观看